任主归宗祭拜祖先是台湾最重视的伦理之一 然而台中正护杨姓人家 因日据时代护正疏失 加上献金户籍法的规定 错了127年五个世代 仍无法改姓任主归宗 本该姓陈的苦主杨先生向苹果投诉 龙台龙台而够 故事就从日据时代说起 男主角陈火旺 是爸爸陈木德与妈妈张士顺所生独子 但爸爸早死 妈妈为夫家再婚招罪 为了这个田地我们继续在耕种 所以妈妈就招罪了杨头进来 当时开始进行户口登记制度 没想到继父杨头竟违反民俗规定 不仅自己申报户口 偷偷自报是户长 他入罪后跟张士顺所生子女 原本该姓陈的 全跟着自己姓杨 更夸张的是 杨头反客为主 把妻子与前夫所生的独子成火旺 登记成养子身份 招服不等于招家户主 他应该是不太可能会 受他为名名字 登记错误 父亲男孩换人 陈火旺的堂弟陈述 竟登记成他的父亲 第一次户籍登记15年后 因羊头过世 户政单位更新户籍资料时 以陈火旺是羊头羊子 将错就错 强迫改姓为羊 不可考又离谱的户政书师 随着羊火旺子孙绵延 一路信仰错下去 投诉人杨先生说 他现在是第四代 也生了小孩 这个错误已经延续到第五代 影响26人 从我阿咒开始 就已经在整群这件事情 我阿咒 然后我爷爷 然后我父亲 都有在处理这件事情 为了请护这事物所还他们诚信 杨先生聘请律师制作 亲属系统表等多项证据 也拿出 成家历代祖先 神主牌族谱佐证 得到的答案是 这些什么墓碑 照片 还有他的那个族谱 这个都是私人建立的 在我们那个户籍法委员的规定 送的文件 他是文贵才能的 光复后的出示户籍当季申请书 申报的姓名也是申报羊火旺 法律上没有规定 其实我们都没报警 帮他做认定 政府的他的不笼通 错误的资料 谈他继续存在 杨先生不满提起宿院 正确摆述法院理由是 必须找到当初 羊头招罪证明 才有机会改姓 法界人士持不同看法 外观上谈起来很有道理 本案里头你发现非常严重错误 任何招杜罪的人 他是不可以当护长的 还有陈火旺爸爸 竟然比他还晚生 这家原来家庭里头 只有一个儿子 也不可能让他过去成为名领子 律师说法院有权力更正错误 却将错就错 但司法说你自己申请的 你就必须照着原来的方式来登记 要不然司法在使用法律上 是有错误的地方 看来杨家要顺利改姓 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